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金专程南下高雄,与国民党高市长参选人韩国瑜首度合体,汉出北神探,南菜饭的造势助轴,侯友宜形容韩国瑜就像菜头,营养丰富且可去毒与销火,呼吁高雄相信支持韩国瑜,也期待韩国瑜以菜头精神,照顾高雄市民。 韩国瑜打句指出,侯友宜心中有两个秃头,一个很喜欢,一个很感冒,喜欢的当然就是她,感谢侯友宜专程南下高雄,感慨台湾人民过得太辛苦,强调会好好为选战冲刺,为选民大声提出论述,告诉人民自己想做的是国民党神探与菜饭首度合体。 上午第一站先到陵雅区国民市场扫街,这里距离高雄市政府仅300多公尺,象征韩国瑜要全力往高市府冲刺。 侯,韩两人进入市场拜票时,吸引不少菜饭,肉饭关注。 许多人是第一次看见侯友宜跟韩国瑜本尊,感觉很有亲和力,两人随后转往高雄关帝庙参拜,并在五庙路品尝地方知名卤肉饭,下午将前往香蕉码头举办相亲见面会。 侯友宜今天还特别送了乙和基金,给韩国瑜好好补身,国民党高市议会党团动员相挺,同时也批判香蕉价跌,导致焦农无助,呼吁各界多支持台湾在地农产。 侯友宜宜